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8 岁的钟伟兵入行已经44年 可以说是伤识满天下 他眼见有不少内容农场握流量做假新闻 决定开设YouTube频道 拍片分享娱乐圈秘闻以正视听 说这些是他们不知道的 但他就照说 他又不知道是看新闻看到 还是自己作 那我就觉得那些人都莫名其妙 那段时间都是假的 那我就觉得其实很差的 记忆是很大的 还有那些人的击率是很高的 很多人都不知怎么解释 很多人明知是假的 并借其中一期节目 就找了曾经幻想面谈七年的 黄书琪做嘉宾 原来当年黄书琪会变成这样 是跟万子娘林家驾一起拍戏的时候 捱得太多巴掌导致的 那你知道万子出名就是很育劲 人家就演戏而已 那是荔枝 那是荔枝 那是真的打 第一次突然间 虎儿都没那么入育 但两个可能 你知道情绪到了 走一走 越来越大 然后一砍下去 然后当时也没什么 又是整个面子弄一弄 那晚回到家吃宵夜 肚饿嘛 一吃的时候 吃了一条面 那条面就在嘴边盖下去 突然间发觉这半边面 这边弄了 有时我们到这行的人 经常都以为 什么都要理真的 理真的 理真的 你为什么要理真的 那是演戏 你说你演戏 你要演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那些人的伤害多大 冰姐的频道 除了讲娱乐圈 还会讲下养生之道 他就说自己经历过雷曼事件 输了身家 又曾经幻想血管炎 狗死一生 对于人生 都多了不少感悟 我现在被我改变了 因为呢 当初那个吉兰 都不是我意思 是我的朋友 说你买了什么 你便宜些给你买吧 我现在的心态完全不同了 因为有一天 我会说我不需要吉兰 我现在已经觉得我是环保人士 你把我耍在那里也可以 花园也可以 海也也可以 我不需要这些 这些货民族節 也不需要人来纪念我 我走了 可以帮我开派对 过来唱歌跳舞 那就行了 之后不用了 大家 我们在天堂见 冰姐又想起以前炒股的经历 他说当时自己真的很蠢 你仍然这么辛苦做事 存钱 你研究那些息 都很累 知道吗 研究哪一日股票好 那些息哪有多 你这么辛苦 又问人 又考究 有一次我炒股票差点心作病 我只要叫白车 冰姐现在学会断舍尼 物浴都减少了很多 连麻将都不多打 他说现在财散人安乐 晚晚反而睡得更加好